想必大家对这海洋生物一点都不陌生吧 没错 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海洋顶尖掠尸者鲨鱼 目前鲨鱼被我们发现的种类已高达400多种 如鲨鱼界的老大大白鲨 最大体型的鲨鱼金鲨 什么都来上一口的虎鲨 更有长相奇特的双继鲨 但仍然有一些鲨鱼种类是相当罕见的 今天就跟着燕姐自然探秘的脚步 一起认识这些罕见的鲨鱼品种吧 最后一个更是现存活得最久的脊椎动物哦 让我们开始吧 长尾鲨 会有这个名字想必不用我多说了吧 那就是它拥有长尾的特征因此得名 长尾鲨分布非常广泛 在全世界各温带 亚热带以及热带海域都能发现它的踪迹 主要生活于海水深500公尺左右 但偶尔也会出现于潜水及静暗的水域 长尾鲨的体长可达6米 体重约400公斤左右 它最著名的是拥有特别长的尾巴 它的尾巴和尾鲨夹起来 由占体长的一半长 在以前水下摄像机还不发达时 人们都普遍认为长尾鲨烈士时 是快速移动靠近猎物 在利用它的长尾将猎物劈成两半后再进食 但随着水下摄影机的进步 事实上的长尾鲨在烈士时 会追踪鱼群至潜水的地方 然后利用尾巴把鱼群围住 接着用尾巴将鱼群击昏或是拍四 随后进行进食而已 并没有像流传说的那样 长尾鲨可以用尾巴将猎物劈成两半 扁鲨 它应该是鲨鱼家族中最不像鲨鱼的成员 而且也喜欢潜伏在海底 以守株待兔的方式进食 别看扁鲨好像个头小小 身体扁平 事实上它的体长可达2至2.4米 体重也可达80公斤以上 算得上是只中等级的鲨鱼物种 目前在东北大西洋 地中海和黑海都有扁鲨的踪迹 它喜爱栖息在柔软的海长 并通常活动在水深150米的海岸 由于扁鲨披着一身近似于环境的颜色 加上它是属于夜间活动的鲨鱼 以致我们人类和猎物们都难以发现它的存在 而且扁鲨会将自己隐藏在沉寂中埋伏猎物 以致许多底七区生活生物会不知不自觉被扁鲨吞入腹中 如小型硬骨鱼 瑶珂及无脊椎动物都是它的腹中餐 但扁鲨一旦受到惊吓 便会急着其宽大的胸肌 稍后使用起飞滑翔方式逃跑 尤其它的起跑速度是非常惊人的 幽灵鲨 因正面看它类似动画里的幽灵形象 因此取名幽灵鲨 幽灵鲨是于2008年被发现的新物种 而且它也是地球的远古生物 有活化式之称 去研究推算 幽灵鲨保持这模样已有4亿年 因此也同时荣获最缓慢进化的记录 幽灵鲨主要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热带和温带较深海区 通常在300米至1200米的深海海底生活 由于它长达4亿年保持这模样 所以看起很奇怪 幽灵鲨的体长通常一米左右 也有发现少数个体体长达到2米 它的眼睛非常大 鼻子末端更有棒症结构 瘦眼望去很像大象的鼻子 而且它的牙齿并非像现代鲨鱼那样一堆尖牙齿 而是长着像兔子的兔牙 近视时会像蟹类祸棒那样咀嚼食物 并不会像后背们那样撕咬后一口闷 最神奇的是幽灵鲨浅额拥有一根随意伸出的触须 研究人员初步判断 那可能是幽灵鲨用于交配的性器官 说到这里 你一定会觉得这世上竟然还有这么如此特别的鲨鱼 但很遗憾地告诉你 其实幽灵鲨并不是鲨鱼 因为幽灵鲨早在4亿年前就和鲨鱼家族彻底分离出来 虽然从基因确定它是现代鲨鱼的眼睛 而它只是还保留着某一些现代鲨鱼具有的特征 同时也具备现代鲨鱼身上所没有的特征而已 因此严格来说幽灵鲨不能算是鲨鱼 只能算是银交属下的一种鱼类而已 尖背绞鲨 由于它的背鳍类似三角形的切面 所以为它取名尖背绞鲨 当然它最著名的地方不是拥有三角形切面的背鳍 而是它拥有和猪一样的鼻子 所以也有人称它为猪脸鲨 尖背绞鲨分布在东大西洋 南非 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等一系列地区 它通常积蓄在60到700米的深水中 海里的蠕虫 甲鞘类动物和软体动物都是它的主要食物 尖背绞鲨拥有又宽又平的头 还有顿顿的鼻子以及圆滚滚的身体 以及它有两个明显的三角形背鳍 但与许多其他鲨鱼不同的是它没有囤鳍 别看尖背绞鲨有圆滚滚的身体 事实上它的体长只有一米多而已 在鲨鱼类里算是偏中小的鲨鱼 虽然从体型看起来像一只在海底畅游的小鲨鱼 但尖背绞鲨却没有像小型鲨鱼那样想象中的高速度游动 因此尖背绞鲨也是最常被渔船捕获的鲨鱼 由于尖背绞鲨几乎没有任何商业价值 被捕获后渔夫都是选择放生回归大海 但放生后的尖背绞鲨基本都是必死无疑 因为它和大哥大白鲨一样都是属于天生自由畅游的鲨鱼 因此被捕捞过久后没及时被发现和放生 就会和大白鲨一样因游动缓慢缺氧而死 也和大白鲨一样都是不能被圈养的鲨鱼类 这样你就明白为什么这么可爱的剑背绞鲨 不会出现在水族馆里了吧 哥布林莎 你一定会好奇为什么会为它起这个名字 先别着急 我们先看看哥布林是长什么样子 再来看看哥布林莎攻击时的样子 那么你该明白为什么会为它起名哥布林莎了吧 但哥布林莎并非它的学名 其真正的学名是欧式剑吻莎 哥布林莎目前主要分布印度洋太平洋和大西洋 它的体长基本都是二至三米 但也仍有发现少数到六米左右 哥布林莎通常活动在阳光照射不到的深海 一般在深于两百米的水下深处活动 哥布林莎的头顶长了一只带有感应器的长余蚊 它可以通过这感应器快速的锁定深海猎物的位置 并依靠强而有力的双鳄用来迅速捕食猎物 据研究显示哥布林莎上额弹射速度达到0.16秒 这惊人速度是所有鱼类捕食的世界记录 哥布林莎还有另一个特别之处 就是在海里它的皮肤是呈现出黑色或灰色 但当它离开水面后皮肤会变半透明 然后再慢慢显露出血液使身体呈粉红色 这就是为什么被捕捞上岸的哥布林莎 总是皮肤显粉红色身躯吧 雪茄达摩莎 会为它取这名字 主要是雪茄达摩莎会在猎物身上 留下酷似雪茄的伤口 因此为它取名雪茄达摩莎 雪茄达摩莎是一种深海性的小型鲨鱼 主要活动在海深250至3500米 它体长只有42到56厘米 体重只有5000克 气氛不相当广阔 各大洋都有发现它的踪迹 别看雪茄达摩莎个头小 其实它是只身性凶猛的鲨鱼 为什么会说别看它个头小小 却是只凶猛的鲨鱼呢 想必大家的印象里 大鱼吃小鱼是食物链不变的定律 但雪茄达摩莎可不是吃小鱼的 它要干饭就得干个大的 哪怕是大佬大白鲨 海上霸珠虎鲸 还是巨无霸蓝鲸 只要它愿意 随时都可来上一口 你一定会好奇 难道雪茄达摩莎 不怕这些大哥大佬吗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它可是世事大型动物的成因者 如人类的军用和民用潜水艇 甚至海底的电缆 它都照样可以和你来上一口 因此许多海底电缆发生事故 都和它脱不了关系 雪茄达摩莎猎势方式 和多数深海鱼类都是一样的 它会集由腹部的发光器引诱猎物 带对方上钩后 会用如锯齿般的锐利牙齿咬住 在以鳄鱼一样的身体回转方式 撕扯下猎物的肉镜时 被攻击后的猎物身上 会留下如同坑洞般的伤痕 最要命的是 当它撕扯下猎物的肉后就会快速离去 并不会像其他鲨鱼那样慢慢享受美食 所以猎物基本反应不及自己 已被雪茄达摩莎扯下了一块肉 巨口鲨 顾名思义它拥有一个巨大的嘴巴 别看巨口鲨的嘴巴巨大 它的细牙早已演化成类似蓝金一样的虚状 所以它和远防清洗老鲨一样 都是如实性的鲨鱼类 巨口鲨在于1976年第一次被美国海经发现 从那之后巨口鲨也只出现过60次而已 但它的分布地区却十分宽阔 在印度洋、太平洋以及大西洋都曾发现它的踪迹 由于巨口鲨栖息深度约5至1000米之间 更以深海居多 因此被发现和被捕获的次数相当稀少 巨口鲨的体长可达4至5.5公尺 体重最重可达一吨 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头大嘴大 别看巨口鲨的腕部较圆 当它张开口时会发出微微的光 据研究巨口鲨的人员推测 这可能是巨口鲨用来吸引猎物的武器 由于巨口鲨被发现的次数相当稀少 所以对于它的习性了解非常有限 因此想要更进一步了解巨口鲨的各种讯息 只能继续等待研究人员的进一步研究进展啦 巨鲨 顾名思义它和巨口鲨一样都有独特的外形 因而得名 但它不是卢食性鲨鱼类而是名副其实的肉食鱼类 巨鲨有一个长的像巨子一样的鼻子 鼻子边缘长有分离的尖锐齿状物 虽然巨鲨的外表和巨窑长得非常相似 但巨鲨的巨蚝上有一对肉质处须而巨窑则没有 而且巨鲨和邹塞鲨一样 保留着远古鲨鱼的六个塞列 巨鲨在世界许多海域都有它的踪迹 通常主要分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温暖水域 但它通常在较深的水域活动 所以见到它是件很幸运的事 巨鲨有着黄褐色的身体 以及上面覆盖着适度的黑点和斑点 这能更好的在沙之海底伪装自己 它更会用鼻子上的倒沟来探测泥土或沙土中的猎物 然后它会用巨子横扫猎物至死为止 咒塞鲨 它是一种在地球存活长达3.5亿年的史前鲨鱼 更是恐龙还没出现之前它就已经存在 直到现在咒塞鲨基本保持着史前的模样 基本和被发现的化石一模一样 是妥妥的活化石 虽然与现代鲨鱼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但咒塞鲨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它们的老祖宗 咒塞鲨体长通常约1.5米 也有个体被发现长达2米左右 它们通常活动在海底深100至600米的区域 但也有被目击海底深1000至1500米都有它们的踪迹 咒塞鲨具有6对塞猎比其他鲨鱼多出一对 这可能是因为它们大多栖息于深海环境 而深海环境的氧气浓度比较低 因此需要比较多的塞裂来进行气体交换 咒塞鲨拥有超过25排锐利的牙齿 数量高达300多颗 而且它的牙齿有如针头一样尖刺以及分离 研究人员也从解剖咒塞鲨尸体了解到 咒塞鲨主要的食物有 体格较小的鲨鱼、鱿鱼和硬骨鱼 有时还会吃从海水上层沉下来的腐肉 由于咒塞鲨属于深海物种 被拍摄和捕获到的活体更是少之又少 各种研究小组对咒塞鲨习性研究几乎不多 日本某个水族馆曾成功捕获咒塞鲨 放置于馆内公寓研究 可惜的是咒塞鲨仅仅只存活不到5个小时而已 格陵兰鲨 顾名思义它的主要分布在格陵兰岛海域的鲨鱼 但也有另一个称号水鲨 格陵兰鲨是一只北冰羊最大的一类 同时也是世界最长寿的脊椎动物 格陵兰鲨主要活动于深海1200米以下的海域 它的体长可达7米 体重可达1.5公吨 而且格陵兰鲨对食物从来不挑剔 不管是什么都能欣然吞下肚 比如各种鱼类、富足类、哺乳动物 偶尔它也会吃哺乳动物的尸体哦 格陵兰鲨的生长非常缓慢 每年增长约一厘米而已 而且需要活到156岁才算性成熟 也就是说基本要等上一个多世纪 甚至更久才能交配繁衍后代 幸运的是如没意外的情况下 格陵兰鲨可平均活到200多岁 而且被发现的格陵兰鲨中有28头已超过300岁 更有一头名字名的格陵兰鲨已有513岁 也就是说它在中国明朝时期就已出世 许多科学家更对格陵兰鲨的长寿深感兴趣 经过研究人员长久地跟踪研究发现 这其实跟它们特殊的生活环境和自身的生理特性有很大的关系 其一格陵兰鲨主要生活在低温环境 而低温环境却是能激活生物体内的抗衰老基因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 低温能攻破生物体内的各种病菌除去DNA的感染和破坏 让生物体内的长寿DNA得到很大增长 从而大大延长了生物体的寿命 其二格陵兰鲨的心跳速度非常的缓慢 这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身体的能量消耗 而且它的心跳频率每分钟大概只跳动5次左右 这对比人类心脏每秒跳动一次的频率来说 简直就是逆天的特征了 所以只要心跳频率低 星辰代谢也会跟注非常低 从而寿命也就随之更长了 其三格陵兰鲨的身上拥有特殊的免疫系统 这个系统不仅使它体内拥有特殊的DNA受体 而且还极大的降低了格陵兰鲨患病和感染的几率 并且随着生物不断的进化 这种基因免疫系统还会随着不断加强 从而让格陵兰鲨的寿命得到了很大的延长 其四格陵兰鲨行动速度非常迟缓 它每秒才前进大概0.34米左右 即使是在海洋中捕食的时候 它的速度也不会超过0.7米每秒 这因如此根本看不出来它是在睡觉还是在游动着 所以这就是称号睡沙的由来 格陵兰鲨的眼睛也是一大亮点 它的眼睛像两个会发光的诱惑灯 使周围的其他海洋生物都会不自觉受到发光体的诱惑 并不由自主地游向发光体 而等到这些猎物靠近后 格陵兰鲨就可以不费多大力气轻松地把送上来的美食一口吞下肚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格陵兰鲨任由这种寄生虫吃掉自己的眼睛 顺由它们寄生在自己的眼部好让自己失明 可以这样说吧 格陵兰鲨为了能轻松吃饱饭 真的是心甘情愿地陷进了自己的眼睛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谁叫它有得慢呢 那么这期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这类素材影片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期有趣的影片哟 好吧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